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翻译里面的三门大 三门大就是禅丁 禅 禅 那么翻译了华语以后 禅的后面就加了一个定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的方法 为什么呢 这个定 禅定以后 三门大的这个翻译的后面 也有一个定和比较接近的淫 有一个这样子的淫 所以这个翻译的淫 也就这叫做淫语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翻译的方法 另外这个华文里面的定 这个字有一个心拼丁 温丁 心安丁下来的 也有一种一个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它是双重的翻译 它同时有淫语的意思 也有意义的意思 两种印和意都标达出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翻译的方法 禅后面加一个定 那就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外来的字 但是这个定在后面的时候 那它也不纯粹是一个外来的 它也有一个话语本身的一个可以理解的 一个东西在里面 那么这个参定的意思是什么呢 参定是它的翻译的这个三门大 如果我们不把它这个音译 把它的意思译出来的话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经律 人拼经 经下来 律就是靠律的律 经律 这个意思 过去的这个汉传国教的这些翻译家 他们就是翻译了好几种 一个是音译 禅或者禅定 另外一个是异译 就是经律 那么经律是什么意思呢 经就是人的心 拼经 我们现代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那一个国家 那一个宗族 那一个人众 都是一样的 凡是这个就在这个现代城市里面的这些 百灵的生活和南灵的生活都是一样 百灵 南灵 分灵什么都是一样 每一个人的内心非常的浮躁 非常的浮躁 然后这个因为很浮躁 经不下来 没办法经下来 每个人都很浮躁 为什么变得这么浮躁呢 这个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生活 因为生活 生活压力 或者是我们对物质的需求 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对物质的需求越大 我们为了物质要付出的 也是越大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整天呢 就是为了这个物质生活 一直都从早上忙到晚上 然后呢 从早上忙到晚上 还不够 还要去加班 等等等等 这样子以后呢 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人都 雷辛啊 就 就 每一个人就 从老班啊 从最高的一个企业 比如说一个企业 他最高的 高层的管理者到 最低层的员工 所有的人就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是什么呢 大家都说 很累啊 活得很累 就是这句话 为什么活得很累呢 我们有这么多的物质 交通 通讯 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 这些生活的 这些拥具 就像比如说电脑 一个电脑 可以解决 没有电脑的时候的 十个二十个人的工作量 一台电脑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呢 一个电话就可以 过去我们就要 飞很长很长时间的 这些问题 一个电话就解决 为什么那么 还活得那么累呢 这个我们根本是没有想到的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呢 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发展的北轮 我们发展了 但是呢 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 就出现了一个 出乎医疗的事情 这叫发展的北轮 微北 湘北的东西 那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物质的 为了物质生活 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 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就是心 慢慢的就开始 很复杂 很复杂 因为大家都觉得 活得很累 所以呢 就慢慢的就变成什么呢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修行的话 没有禅兵的话 开始的时候活得很累 然后就是急早 急早 狂早 暴早 那么如果是一个老板的话 那么他收下 他补下的所有的人 都没有办法接近这个人 没有办法接近这个人 如果是一个员工的话 那就是就是就 他在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待的时间肯定不会很久的 很快就要被接骨的 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 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很 心很矿早啊 包早啊 浮早啊 浮早 为什么呢 就是就是我们的心里 只有物质 只有物质 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经不下来 所以呢 现在我们很多人很很很喜欢 喜欢什么呢 经啊 经下来 经下来 这个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每年的这个 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 异常的现象 是什么呢 我想全球都是这样子 借假日的时候 所有的城市里的 都市里的人啊 都到乡下 偏僻的地方去 去读讲 然后所有乡下的人 都往这个城里面跑 为什么呢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是因为 城市里的人啊 就是因为这些物质的 这些东西太多了 所以进不下来了 进不下来了 所以现在啊 像什么高级七尺呀 别书呀 这不是很实质的东西了 现在实质的东西是什么呢 经 心听经 这个就是实质品 实质品 知道吗 实质品 这个就是实质品 实质品的这个 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标准不一样的 二十三十五十年前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像名牌的衣服 名表 然后还有这个别墅 这些是实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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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现在或者是再往前走 实际二十年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些都不是实质品 这些很多任何人都有 大家都有 所以啊 这不是实质品呢 所有人都有 这不叫实质品 那么最后的实质品是什么呢 干净的水 然后新鲜的 没有污染的空气 然后就是心静下来 这就是实质品 所以这个不同的实质品 的这个实质品 是有不同的标准 然后我们就是也 走向一个这样子的 我们在走向一个 这样子的这个路 那么谁把我们 推到一个这样子的路呢 那就是说 当然从客观上 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 每个人都可以 说一大堆的理由 但是这些都不是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 是我自己的欲望啊 是我自己的欲望 让我走到这条路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欲望不控制的话 那我们累 不但是累 而且就是最后呢 狂躁击躁的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就是抑郁症 后面就是抑郁症 全球全球三大杀手 是什么呢 艾滋病 艾症 然后就是抑郁症 抑郁症 过去四十年前 基本上没有没有抑郁症 没有现在 更没有现在怎么的严重 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就是忽略了 忽略了这个人的全面的生活啊 因为人如果人是一个机器的话 如果我们是一个机器的话 那么只要有物质就够了 一个车子 它需要燃料 需要点 需要冷却系统里面 需要水 还要什么呢 不需要了 就这些物质的东西有了 就够了 但是人它不是一个机器啊 它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灵魂 多了一个精神 我们大家都不认为我们是机器 无论是这个西方哲学 说人是一个机器 国区有这样子的口号 无论是西方哲学怎么说都好 我们没有人觉得我自己是一台机器 我们都觉得我是一个人 你是一条生命 那么这样子呢 人就多了一条 多了一种精神 那么精神它需要它的生活 物质啊 我们的肉体是物质 它需要它的生活 精神呢 它需要它的生活 这两个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生活 那么我们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啊 就是自从这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 然后人们就几乎没有去考虑 没有去考虑这个第二个生活 就是精神生活 大家都过度的去 非常离谱的去在乎这个物质 物质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讲 有巨大的成功 巨大的成就 但是呢 我们有另外一种生活是精神生活 那精神生活 我们想用物质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人类的最大的错误 这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物质生活呢 它本来就是它的拥处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是用来解决柔体的生活 柔体的生活 物质生活 这个它完全可以解决 完全是可以解决 它本来就是做这个的 然后呢 物质生活 物质 用物质来解决精神生活 它本身就是不是做这个的 所以呢 它现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能解决精神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个 一个精神生活 需要一个 食和塔的 一种 这个解决的方式 那这个是什么呢 当我们非常的浮躁 非常的狂躁 极早的时候 然后需要什么 需要精 精 精下来 精下来 平精 然后呢 平精当中 我们刚才讲这个 三门大翻译了以后呢 韩传佛教的这些 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 他翻译了两个字 精和驴 考虑的驴 精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在生活当中 今天我们不能没有精 必须要精下来 如果精不下来 那么就是有可能 有可能最后就是抑郁症 那么现在的抑郁症 它并不是说 一个人 失眠 不想吃东西 不想见人 不开心 它不仅仅是这一点 现在的抑郁症 完全可以剥夺一个健康人的生命 它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果有再多的钱 有勇吗 没有勇的 再多的钱 身家几百个亿 几千个亿 没有勇的 这个时候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这个心腹的 所以这时候呢 需要精下来 精是非常的重要 平经 然后呢 在静 平经 静当中 再去 再去这个 驴是什么意思呢 再去考虑 使驴 去思考一些问题 人平经下来以后呢 才能够思考问题 当我们没有平经 我们的意识的这个波动 这个波动是 波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时候呢 让我们去考虑什么问题 根本就考虑不清楚的 没有办法考虑的 人就是这么嫉妒的 这个浑暖的状态 这种浮躁的状态当中 去想一件事情 根本就想不出来的 根本不可能 所以 静下来 静下来 然后呢 静当中 再去 再去 驴 就再去 思考 思考问题 瞧不是 他为什么 能够推出这么好的产品呢 大家都知道 不就是说他修产丁呢 然后我们很多人去 产丁跟苹果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 现在有一个叫做 苹果产 苹果产是什么呢 苹果产就是 这个创造这个苹果的 这个产品的动力 或者说他为什么这么 这么策划 为什么又相处一个这么好的 这个设计呢 就是因为心经 金中驴的结果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普通人 为什么没有这样 我们为什么设计 设计不出来这么好的产品呢 我们不禁 不禁 进不下来 进不下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思考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禅对我们啊 禅从佛教的这个禅从字面上看 禅丁 四禅八丁 实乎是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啊 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国度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以后 有了这么多的东西以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最困扰最困扰的 现在不是文保问题的了 不是了啊 当然了这个这个这个地球上 有很多很多人的文保问题没有解决 但是呢 相对而言啊 在任何一个国家 在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地区 大部分的人的问题啊 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心灵危机 就是心灵危机 什么心灵危机 心灵危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缺乏了很多很多这些 今生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历年啊 然后很多的方法都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啊 这个内心当中很空虚啊 非常的空虚 嗯 然后就是啊 然后开始我们去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内心很空虚啊 没有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的这个的表现 内心的空虚 价值观错 价值观出了严重嫉妒的这个 这个啊 错误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 这些是 炫耀 攀比啊 这些是内心基督的标志啊 内心基督这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 空虚的啊 空虚的表现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内心当中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把这些物质的东西来 避来避去的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经当中去捋 这个重塑世界观 重塑人身观 重塑性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是超越了这个物质的 更高层的价值观 这实际上这个佛陀的价值观 佛陀的价值观 这样子以后呢 就要有了这个价值观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就 就活得还是很开心的 很开心的 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得 我活得没有意义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活呢 我为什么要这么忙呢 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有些上市公司的总裁 这个老宗都过来问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活呢 我活得很累啊 很不开心的 大家想想 上市公司有多少钱呢 为什么他还 为什么他还不知道 上市公司老宗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活 那我们普通的人就更不知道 但不是啊 这是另外一种价值观 在这个价值体系当中啊 上市公司老宗也不知道 下面的也都不知道 但是另外一种价值的提系 价值提系当中啊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活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佛陀的人生观 佛陀的人生观 所以静中驴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充塑了这个价值观以后啊 其中有一个最最重要的 一个是什么呢 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啊 有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 这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初初都是成为一个东离啊 成为一个圆东离 我为什么活着呢 因为慈悲 说得过去 我为什么要这么累呢 因为慈悲 也说得过去 很有意思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忙呢 因为慈悲 那真的多有意思啊 多有面子啊 这个 但是这个不能是口头茶 这是我们的挂在嘴边 利益众生啊 普渡众生啊 我为什么要这么 怎么活得这么累啊 我就是爱一切众生啊 那爱一切众生 为什么要这么累呢 你这些累都是为了 别人的付出吗 如果是 那就对了 如果不是 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们呢 平时这个 怎么样 这些东西 怎么样融入到 这个生活当中呢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了 然后我们把钉 融入到生活当中 我想啊 我们佛教徒 从物质的角度来讲 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回报 对终生的帮助 确实是没有像基督教 他们做得好 因为基督教来自于西方啊 西方不是首先扶起来的 他有钱啊 然后呢 人家也有这个 奉献的精神啊 我们有奉献的精神 没有钱啊 我们很多东南亚国家 不就是这样子 我们有这个佛陀造就像了 但是这是像而已 我们没有没办法都是啊 我没有办法启动这个 这个项目啊 这是想法我有啊 六波罗蜜多里面 第一个就是不是啊 佛教通常都是这样 所有所有的这些次第里面呢 放在第一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六波罗蜜多里面呢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不是呀 给呀 那给什么呢 没有钱呢 但是我们十八十几 十九十几 二十十几的前面 都是物质 只要有物质 才算是给一个东西了 如果你没有给不起物质 那就不要讲了 这是那个时候的人的价值观 只要有钱 然后有物质 你可以给我贪 你给我给不了这些东西 那就免贪 但是现在我们就不是了 现在真的是佛教 现在发挥 发挥作用的时机 到了 怎么到了呢 现在我们面临的 就是不是钱 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和平啊 平等啊 慈悲啊 从个人的生活的角度来讲 临近啊 平静啊 轻松啊 自由啊 这些从个人的生活的角度来讲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最缺乏的 就是这些 现在这些来代替过去的这些食吃品 那么这个我们正好有了 这个我们有了 佛教有了 然后我们拿这个东西去 就是我们 我想 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 所有的人的 每一个人的身边呢 有很多很多 有一大群 有一大群 正业正业的这个 睡不着觉失眠的人 还有就是因为 感情家庭等等的原因 然后就是 就 就 快要抑郁 快要得抑郁症的人 然后就是为了 未来的焦虑 就是未来我会不会 老了以后 会不会没有人关呢 然后呢 老了以后生病了 会不会 没有钱去这个 看病呢 或者有钱的话 也就是会不会 怎么怎么样啊 反正我们想的 很多很多都是 多余的焦虑 但是呢 这多余的焦虑 我们经常都是 很喜欢这样子去想 那么很多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子 很多人是有这样 这样子的焦虑 那么有了这个焦虑以后呢 这焦虑再慢慢发展 再发展 焦虑就变成了抑郁症了 所以就是啊 这个抑郁症呢 西方是最多了 美国人在这个40年当中 增长了十倍 所以这个是 钱是不能解决的 充分的说明 高科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虽然有一中腰 虽然有一中腰 在美国啊 2006年的时候 就是为了这个抗疫预计 这个年花费是 7611美金 但是这个不能解决 为什么呢 这个腰吃了以后呢 嘴心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它是 它可以解决 它可以控制一些 它可以暂时控制这个抑郁症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种药物啊 就把人的大脑里面的一些 对未来的一些思考的功能取消了 没有了啊 这样子以后呢 虽然是抑郁症控制了 但是呢 但是呢 人的这个翻阴赤钝 翻阴赤钝 这多严重啊 翻阴赤钝是什么呢 快都要成一个木头了 抑郁症没有了 但是好的想法也没有了 同时抑郁症也没有了 心肤感也就没有了 那不就是这个植物人一样吗 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现在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掺钉 掺钉 心静下来 完全完全有这 有这个 有这个 它是完全是有这个能力啊 我们都知了知了知了好几个 真的是有抑郁症的人 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不是神童 不是什么鬼神的力量 就是掺钉 掺钉是最有效的 那么这个掺钉呢 正好我们佛教是最有办法的了 这解决心灵的问题的时候 佛教是最有办法 解决物质的时候呢 佛教是最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大家结合一下 用西方的高可及的这些产品啊 这些能力来解决我们的人的生活 物质上的问题 然后我们东方的佛陀的智慧 他的方法来解决心灵上的问题 这样子多好啊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一种 可以做一种这个慈善 这个不是无知的慈善 这个叫做心灵慈善 心灵的慈善 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心的贫困主 心的贫困主 国区什么叫做贫困 没有签叫做贫困 现在什么叫做贫困呢 没有签也叫做贫困 但是还有一个贫困是 今生极度空虚的人 也叫做贫困 这叫做性的贫困主 二十一世纪的性的贫困主 这个扶贫呢 我们佛教可以做这个扶贫 佛教是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法啊 用到生活当中 这个禅啊 用到生活当中 可以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也可以用到别人的生活当中 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第二 顶啊 戒丁慧当中的顶 怎么样用到生活当中呢 就是这样子 简单的说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 内心很狂躁 很暴躁 很急躁 然后呢 就是动不动 就容易发火 自己知道这样子是不对的 这个后果是什么 也很清楚了 但是呢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 在这样子的时候 当我们到达这样子的时候呢 大家必须要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抑郁症的边缘了 抑郁症的边缘了 再往前走 就是抑郁症 再往前走 就是抑郁症 轻度抑郁症 轻度抑郁症 轻度抑郁症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脾气不好 但是还不叫抑郁症 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 那是真正的抑郁症的时候 然后才去找心理医生 但是这个时候很难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懂得修餐 懂得修餐 每天再忙也好 还是要积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大做修行 这样子的话呢 在大做修行的过程当中 过程当中 把我们的这个一天的疲劳 疲惫 内心当中的很多很多的 不开心的事情呢 全部可以通过这种餐 来这个滑解 可以滑解 我们把这些压力 放在内心当中 怎么样解决呢 就是用餐来这个滑解 释放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否则的话很难的 这个我们现在的人呢 发泄的方法有很多种 有什么样子呢 这是一个非常 这是很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人类发明了什么呢 枯把 新加坡有没有枯把 没有吗 就是枯把是干什么的 知道吗 知道的人举个身 我们看看 五六个人才知道 枯把是什么意思呢 枯把大家都知道 伤枉的地方 枯把就是伤枉的地方 大家知道 枯把就是去苦的地方 为什么要去枯呢 发泄啊 发泄 但是要给钱的 花钱去枯呀 就这个意思 花钱去枯 那么 哭什么地方都可以枯呀 为什么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 它有专门的地方 有进去了以后呢 有可能很容易枯出来 这叫做枯把 枯把 还有一个把 叫什么呢 发泄把 发泄把 大家知道吗 你们的精神 精神素质可能很好 可能不知道 发泄把知道的人 有多少人 我们去一个小坑 比较多 但是呢 百分之九十的人 还不知道 那发泄把 是什么呢 是发泄的地方 进去可以炸东西 可以炸电视机 可以炸果 炸完 什么都可以炸 炸完了以后要配 这为什么呢 也是一种发泄 因为到这个里面去 随意的去炸呀 那别的地方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呢 在这个地方 随意的去炸 然后就 稍稍有一点点放松了 哭完了以后呢 哭哭哭哭哭完了以后呢 就是稍微一点点 轻松的感觉 那么花签 就是不是买烟磊 就是卖烟磊之后的 这个稍微有点点 轻松的感觉 就买这个 花签 然后炸东西以后呢 花签为什么要去炸东西 这个这个签是卖什么的呢 不是这些里面被炸的 这些东西啊 不是去买这些东西啊 炸完了以后呢 出来以后呢 发泄完了以后呢 稍稍有一点点轻松的感觉 实际上就买这个干手 就这个干手 那么我们现在用禅丁 完全可以达到更高 几百倍 几十倍的这个销锅呀 那么不需要钱 这多好啊 自己在家里搭着就好 这叫做解丁会里面的丁 融入到生活当中 最后就明白了吗 不需要花钱的 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啊 然后我们也这个方法 我们自己学大作啊 然后我们在自己身上成功了以后呢 就我们可以告诉这个方法可以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啊 然后身边的人通过大作的方法 他也不去不去不去哭吧 也不需要去发泄吧 然后慢慢慢慢他脾气也就该好了 脾气也就越来越好了 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然后呢他如果是一个企业老板 他越来越懂得关爱他的员工 然后呢 员工干懂了以后呢 他一定会好好给他干活 最后大家可以赚很多钱 最后还是钱 但是这个钱是很轻松的赚来的 这赚钱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很轻松的 很愉快的 钱他本身呢 他有钱赚钱 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没有什么不好 佛教他从来都没有把金钱啊 他本身当做一个什么邪恶的东西 佛教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最后需要的就是这个拼金 当然这个是我们从生活的角度来讲 我们佛教的产当不是这个 就是更高一级的 把我们的所有的生活都摧毁了 然后没有了以后呢 然后呢就是到了空的境界 这个是很高的境界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着急 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 逐步逐步的往上走 最后我们佛教徒的餐 当然是不是为了代替苦把发泄把 是为了解脱 是为了解脱 但是呢我们的解脱里面 就是解脱的方法当中的一部分呢 我们还是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 这一部分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 一部分就可以解决问题 特别重要 这个就是禅丁怎么样融入到生活当中